星河VIP在我们星河VIP这个单元 访问到这位是我的老朋友 我们认识多久了 好久 等一下那个民歌30是什么哪一年 现在是民歌多少 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这位演唱家 表演艺术家 这个在我心中就已经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十几年之后我们再度相遇 竟然是在一个演讲会场 对 我去听了他的演讲 我的演讲会场 简安的演讲 是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谁你知道吗 谢淑文老师 嗨大家好 我是谢淑文 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歌唱戏剧教学实物 哇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本书 如果说你对于音乐剧啊 音乐表演啊 音乐戏剧表演很感兴趣 这本书是必须要拿来研读一下 谢淑文老师 表演艺术家教育工作者 学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琵琶地音乐院声乐硕士 美国纽约音乐戏剧学院 音乐剧表演文凭 而且哦 他还在美国荧幕演员工会担任演员过 而且是现在是台湾的北义大电影创作学系的歌舞剧教师 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戏剧评议委员 英国六级心理咨询师 哎心理咨询师 所以你心理咨询也在你的戏剧范围是跨度过来 这个我就要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去年吧 去年我开始觉得我身边 我这样讲好了 在过去在做歌唱戏剧的教学里面 我大概后面有三到五年都在做诗字培训 然后从老师们他们也会问我一些 他们怎么处理学生的问题 因为现在学生的心理状态都有很多有点创伤啊 然后有一点有一点点忧郁这样子 那搞的老师也很忧郁 然后有一些老师呢 因为花了很多心力在学生身上 然后也失去了自我 所以后来我们用了一些即兴剧的精神 即兴表演 即兴表演 我们做用即兴剧的yes and 就是接受然后发展下去的这个精神 下去推广 告诉他们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先去接受 接受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怎么往下走 而不是说看到外界这样 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其实有很多人的担心跟害怕是来自于 怎么会这样 因为跟自己期待不同 所以我们当我们把这些认知给改变了之后 他的行为也就会改变 那渐渐的我就发现说 好像我需要再去补心理师的这一块 我会知道的更清楚 我会知道怎么跟歌唱还有戏剧去做结合 再加上我教歌唱的过程当中 我刚才跟你说过 我就有发现 比较压抑的人很容易可能没有凶声啊 我知道这里卡着是怎么意思的时候 我就会从旁边去告诉他你的生活上可以怎么去做一些调整 那当他一起去做调整的时候这样进步就会很快 我就比较不会花那么多的力气 应该说过去我不懂的时候 我就会照着技术这样子去帮助他们去走 可是后来渐渐发现说你等要心里一起走会比较快 我想从即兴剧即兴表演这个你说yes and 这个概念啊你能不能跟听众或跟大家说一下 yes and 的概念吗 yes and 就是一种 比如说你在操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怎么样让你的学生们 你的这些老师们 你的学员们教师训练的学员们怎么样进入这个即兴剧的时空 我会有一个SOP的流程 那因为那个即兴剧它有一些系统 比较大部分即兴剧都在训练一个丢阶 就是说你丢什么点子给我我也接受 我们会有一些火星人翻译啊火星话重演啊或者是 什么什么火星人翻译 就例如说 我要接话对不对 object to text 对你到底现在讲什么完全听不懂 哦 niin 就可以再回应 就是我们刚刚做了什么 我们就直接乱讲 然后对方还要和你对话 对 哦 就是有意思 做什么事情他都得接就对了 对我们就是要去训练这个 然后到最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拿掉之后 就是我们直接中文进行 例如说我叫你说 爸你不要半夜起来偷喝可乐好吗 哎呀我实在忍不住了 因为这个太想吃点甜的东西了 爸你这样不好 别忘了你有糖尿病 我明白我明白 我就喝一小小口而已 爸你不要再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能故事就继续下去 对所以他吉星剧的训练是有他的流程 可是对于脑袋里面有比较多的应该的人 或是他觉得框架比较多 就觉得说我事情应该这么多应该这么多 那包袱比较重的人 他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他会觉得怎么可能 真的我放不开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我放在歌舞剧训练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 当我先把你的这个框架打破了之后 你的我应该要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应该要什么情绪 我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 先把这个应该全部都打掉之后 因为我们在做文版训练就很简单了 懂了 对速度会很快 当然了我们今天访问到谢淑文老师 他经验非常丰富了 你不仅在大学教课 而且演出的经验也非常丰富 当然你刚才讲到那些训练的过程当中 会让演员们他当然脑子要非常灵活 反应力要很快 那如果说并不是演员 当然他如果说拿这本书 这本书看起来感觉像是教科书了 告诉大家怎么样歌唱和戏剧结合 那如果他想要和孩子玩 或者是和老公玩 或老公要和老婆玩 你觉得在生活当中 这种即兴剧 这种即兴表演怎么样融入啊 你觉得 可以啊 因为我先讲一下 我现在自己有两个小孩 是的 我从小就把他们当实验品 所以他们是接受你即兴剧熏陶的 是吧 对 小时候我就跟他们玩故事接龙 在这个书里面也有他的方式 就故事接龙啊 单字接龙啊 是是 那他们就习惯性很会接球 你不管跟他说什么 他都会想办法跟你回应 懂 他不管那个回应是正或是复反 任何我们都可以把事情给谈下去 所以我们的沟通是不会有问题的 虽然他们现在都已经叛逆期青少年 但是我们会知道怎么丢接球 我觉得现在 是特别好带的 所以在生活当中 也可以玩这种丢接球的游戏 就角色扮演的概念 对不对 其实我们 里面有一种活动叫做故事接龙 那我们会有个架构 例如说从前从前有一只猪叫做小花 然后下一个人就要讲 小花每天都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 对 对 我就随便乱讲 他们就会直接接了 所以我告诉你 从小 他们大概从幼稚园 我就跟他们玩 所以他们就是那个反应是直接的 所以你跟他随便拉勒 他也可以给你败出什么东西来 好有趣喔 可是不好玩的就是 因为他永远说的都有道理 所以你说你要管他 现在有点难管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反应力变得很快 然后他什么东西都能接球 然后丢球给你接球 就把你接得很好 对 你不觉得自己把一个孩子训练到很难搞 对 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些想法 我自己觉得 那这开玩笑啦 我是觉得说在他训练过程当中 会让他们的反应力 还有连接力 理解力都变得更强 有 然后其实他们现在讲的很多道理 我就是 我们没有想到 因为时代也在变 我举个例子 我刚刚我女儿说 你这样不好念书 怎么那个 其实我女儿的成绩并不差 但是因为他爸爸是模范神 从小就是 因为淑文的老公是个医生 非常顶尖的医生 所以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他永远不满意 对于孩子的成绩永远不满意 那后来我女儿就跟我说 你知道现在的时代 不是越会念书就越能够成功了吗 我告诉你 我舞跳得很好 我什么东西很好 然后他就说 妈咪 你不是一直跟我们说要多看见自己的优点吗 对我现在是平衡发展 你应该为我感到高兴 我说好 哈哈哈哈 好坏啊 不过他他也对了 因为我们 其实他没有错 对对 当我们 嗯 沟通这件事情 它就是 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互相交融 对 其实曾经有一个沟通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你有一颗苹果 我有一颗苹果 嗯 所以你交给我一颗苹果 我是有两颗苹果 但是你没有苹果 那思想的交流不是 是我有一个A的思想 有一个B的思想 我A的思想丢给B 所以B就变成A加B 对 不是我失去了一个东西 因为思想它基本上是交融的 是 我觉得从孩子身上 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 对对 所以你现在在大学教课 对那些年轻小朋友来说 你觉得现在年轻人的上课的状况是怎么样 要看你去哪一间学校 我必须讲 我们先讲台湾的 对对 我觉得台湾的 好我最近就是跑了几个学校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工作方啊 对对 演讲啊 然后我发现台湾的孩子的状况 一样也是它就是M型 对 然后比较 我现在发现大多数是比较不太 你说指的学习心态是M型吗 还是什么叫M型 都有就是你说Quality 是 OKOK 学习心态也是M型 就是顶尖的就是这样 在上面 然后感觉效能比较差的 就跳到下面了 我觉得效能比较差的 可能占百分之 应该有超过一半 应该是说 可是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控制型的家长有变多 所以变成很多的大学生 我现在看台湾很多大学生 是没有自己想法 不敢有自己想法 然后很安静 很乖 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我觉得不见得是家长控制欲很高啊 是小孩的 他们被环境 还有被手机 被网路控制了 也都有可能 对啊 但是我知道的是 我有时候问了一下 会发现说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规范 只能念书或者是不能犯错 不能失败 不能犯错 只能念书 只能把功课给做好 所以他们变成很多的发展 是没有一起起来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可惜的 如果讲大陆地区的话 我觉得他们虽然也有压抑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没有很高 因为大家好像他们那边的发展 现在是在竞争很激烈状态 所以每个人想要向上的那种 欲望是很强的 就是说我觉得我同样这样教 然后效率 效能不太一样 效能很不一样 所以台湾的学生跟大陆就内地的学生 他们的差异性是蛮大的 哦 其实蛮大的 很多人从小就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对于学习 他们就会开始好像很早就失去了兴趣 所以到了大学就会觉得说 好像人生没什么意义 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觉得 就觉得他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 我觉得这题可以做学术研究 活着要干什么 真的啊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就觉得 就新时代这个Generation的这些年轻小伙子 年轻人啊 学生啊 他们到底觉得他们活着是做什么 对 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 我甚至遇过一些生活条件非常优渥的学生 然后他们很早就得了忧郁症 其实是因为小时候也很优秀 可是后来长大以后发现 好像会面临失败 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不够 不是最优秀的 或者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 然后重点是 家里的人都觉得 你只要好好快乐活着 我没有要你 你要房子有房子 你要什么有什么 结果他们没有目标 他们没有奋斗的目标 在这个时代可能很多人都处在一个 比较稳定成长的环境 对 反而失去了任何奋斗的目标 可是因为在大陆的 不像我们小时候很穷苦啊 对 就是父母很苦 就会说你以后一定要努力 不要跟我一样过这样的生活 现在大陆地区有一些是这样的状态 蛮大的多数 所以他们会有那种 我知道拼近 要拼搏 对 会有那个动力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心态 学习心态 对 不过我们现在把这个学习拉回来 我们下一集节目再来探讨 不过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本书真的值得大家 这个上网可以买得到吗 伯克莱可以 台湾的伯克莱 台湾的伯克莱 但是那个伯克莱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对 那那个最快方式呢 Amazon Amazon.com 其实就输入我的中文名字谢淑文 就可以找得到 这个电子书 对 电子书 但是他的书名不一样 叫做谢淑文的歌唱戏剧 什么 哦 所以找谢淑文 对 其实就是 淑女的淑文章的文 对 谢谢的谢淑女的淑文章的文 就可以找得到 那那个是每家地区都一定可以看 电子书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我里面有一些 看不懂的连结嘛 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教学法 所以有一些 哦 它还可以连到相关的资讯 那基本的坏处就是因为这一些 比较受限 对 YouTube 啊 其实我有很多的方法 是放在YouTube上面的一些连结 所以是你自己制作的影片 对对对对对 我们就直接把那个示范的影片 都放在YouTube上了 哦 对 那这本书还后面还有一个 是我写的那个 校园音乐剧的剧本 就是有一些老师 现在就想要做音乐剧 可是他们可能没有编剧的能力 那我们这边呢 有 sample 让大家直接 copy来用就对了 你可以直接拿去练习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不收大家任何的版权 反正就你买了这本书 你就会这个 那音乐的部分 你可能就要买了这本书之后 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直接跟我要 哇 真好啊 对 因为这个音乐也都是原创的 所以你也可以提供给老师们使用 是的 就是如果你买了这本书 你真是佛心来着 非常善心 谢淑文老师 我们今天先就此打住 我们下次再跟老师请教 好不好 好的 非常谢谢淑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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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